其他新聞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 深切關注美國和外國記者 近日採訪河南鄭州水災的時候 遭到日益嚴峻的監視 騷擾和恐嚇 普賴斯在聲明時 中方雖然聲稱歡迎外國傳媒支持採訪 但實際行動並不是這樣 通過官方媒體 對批評其政策的新聞 發表嚴厲言辭 激起公眾的負面情緒 令到記者受到騷擾 包括網上漫罵和死亡威脅等 認為記者只是盡自己本分工作 又說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 進入或者留在中國的簽證不獲簽法 嚴重限制在重要議題上 獨立報道的數量和質量 呼籲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 在明年北京東澳和殘澳 歡迎外國媒體